家人們好 今天分享 製作豆腐腦的方法和乳汁的製作流程 豆腐腦細嫩以及柔軟 口感亂滑清熱潤燥 生津止渴 清潔腸胃與油條完美搭配 提前把黃豆泡好 一般泡8小時 泡好後裝進破壁機裡 按照一兩缸黃豆 一斤水的比例把它打成豆汁 按果汁鍵 不要加熱 打好了倒入細砂布裡邊 把它過濾一下 然後再過濾一遍 過濾兩遍 是讓豆腐腦更細膩 現在過濾出來的豆汁 一點渣滋也沒有 接下來開始煮豆汁 開鍋小火煮六分鐘 鍋開一定要把浮沫撇乾淨 盆裡放入葡萄糖類汁 比例四一斤豆汁5克 加適量溫開水把它化開 煮好的豆汁降溫兩分鐘後倒入盆中 貼去去上面的浮沫 蓋上蓋鏡子30分鐘 開始製作滷汁 準備的香菇洗淨切成小丁 木耳泡發好切成小丁備用 再切一點小蔥花 打一個隔壁老王借來的雞蛋 勾放少許色拉油 下入蔥花草香 再下入醬油13香 加入清水 鹽、雞精、味精調味道 少許老抽調顏色 大火燒開 燒熱至3分鐘 水澱粉勾成米湯芡 關火淋入雞蛋液 把豆腐腦杖纏入碗中 根據個人愛好 可以放蝦皮、鹹菜 澆上熬好的滷汁 滴上香油 放上一個滷蛋 淋上辣椒油 撒上香菜 豆腐腦製作完成 關注我 謝謝